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上周啊我们都知道巨美优品又提出了他们退市的消息 市场上的是一片骂声 那我们来看巨美优品到底是怎么高开低走 成欧是怎么把他的一手好拍打得稀烂的 提到巨美优品啊大家脑海里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化妆品 或者说是电商平台 那对于我来说呢提到巨美优品 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他们的CEO陈欧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八年前 那个时候电视上巨美优品投放了大量的广告 广告词呢我现在还记得有几句是这么说的 他说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 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 但那又怎样 哪怕遍体鳞伤我也要活得漂亮 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 陈欧呢是亲自参与拍摄了这个广告 他在广告里面啊本色出演了一位创业者 那我为自己代言这句陈欧自己策划的广告词 当年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还衍生出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他被称为陈欧体 所以这家在2010年上市 2010年成功成立的公司 也随着陈欧体的走红 当时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那仅仅在成立了四年之后 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 年仅32岁的陈欧 他就带着巨美优品成功的赴美上市 纽交所呢也迎来了 当时200多年历史上以来 最年轻的一位CEO 陈欧也在上市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 登上了亚洲十大年轻富豪榜的第六名 那刚上市的时候 巨美优品的价格是22美元一股 然后到现在仅仅过了六年 巨美优品的名字已经日渐没落 相信现在大家已经没有再记起这个电商平台 也不会再在上面购买东西了 那要不是他最近私有化的消息 可能根本这个名字就已经被遗忘了 上周末的时候 巨美优品私有化的消息又再出江湖了 他们称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创始人陈欧 私有化邀约 计划要以20美元的价格来进行退市 信息一出 股东们纷纷开码 大家可能觉得以20美元的价格来退市 并不算太夸张 因为当时上市的时候 他们的IPO是22美元 也就折损了10%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2020年的1月10号 也就是前几天 巨美刚刚宣布调整了 ADS与A类普通股的比率 从原来的1比1换算成了1比10 那其实这样算下来 私有化邀约的邀价相当于仅仅只有2美元 那从22美元上市的价格 跌到了目前2美元的私有化邀约 那股东们能接受吗 小股东们可以说是基本上就翻盘无望了 其实这已经是巨美优品第二次提出私有化了 他们第一次提出私有化是在2016年 当时因为巨美优品的假货的传闻 还有一些跨境税法的改革 巨美优品当时的股价也已经跌到了6美元 所以当时陈欧提出 以7美元的价格来进行私有化 因为他认为6美元的价格是 巨美优品已经完全被低估了 但是当时股东们是不接受的 因为IPO的价格是22嘛 以7块钱的价格来退市 股东们也是纷纷开码 所以第一次的私有化邀约就以失败高中了 那压力之下呢 在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 巨美优品就开始了所谓的战略转型 开始折腾起了各种副业 比如说手机啊 无人机 空气净化器 还有拍电视剧 巨美优品每次的跨界都是让人看不懂 也非常的烧钱啊 三年前巨美花了3亿元的人民币 收购了接电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国内能够看到的 那个共享充电宝 搞起了共享充电宝 然后呢还投资了将近1亿人民币 9600万人民币去拍摄电视剧 当时呢股东们也是非常的不满 说陈欧不务正业 那或许陈欧啊 真的是最新于跨界 最新于转型 所以已经无心经营巨美优品的电商业务了 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时候 我们根据数据可以看到 巨美优品在国内的电商市场的份额 只剩下了非常可怜的0.1% 那不仅这个时候就想让人问一句 巨美或者陈欧 他们当年的初心还在吗 那眼看着巨美跨的界越来越多啊 转型转的越来越频繁 股价却越来越低 股东们肯定是感到非常糟心的 所以说啊 当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们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太建议大家去 沉迷于那种多元化跨界 做了非常非常多业务线的公司 因为啊 我觉得作为 我们能够做好一件事情 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想要同时做好很多事情 那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也只是一团乱麻 所以回到巨美啊 如果说当时巨美优品能够 专心的做好自己的跨境电商业务 能够在自己的垂直领域 深耕不坠 那么也许到现在 他们还能够在自己的电商 电商业务板块保留一席之地 所以说我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我更倾向于那些 能够在自己的领域深耕不坠 持续发展的公司 那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啊 我们知道2018年到2019年6月之前 澳洲的房市是有所下跌的 公寓的价格也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下跌 那么与此相关的建筑行业的股票 是不是也下跌了不少 确实是的 因为建材啊包括很多 比如说木材石材水泥混凝土 陶瓷玻璃等等都是 那阿德莱德有一家公司 就是专门做水泥和混凝土的 叫做阿德莱德水泥 它的股票代码是ABC 当时呢它的价格也是下跌了非常多 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将近7块钱 那到现在不是到现在 是在从2018年之后股价开始下跌 到了去年2019年股票已经跌到了3块多 当时股价下跌的最大原因呢就是澳洲房市的萎缩 房市萎缩嘛自然相关的建材建筑公司 股价就会下跌 业绩下滑股价会跟着下跌嘛 不过从2019年10月也就是去年年底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ABC的股价有了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 从去年10月到现在它的股价已经上涨了将近30% 那其中是有几个主要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2019年年中以后 澳洲房市的明显回暖 澳洲房市明显的回暖自然也就带动了 做建材相关行业的阿德莱德水泥公司的股价的明显上涨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澳洲从去年以来的连续降息 降息不仅刺激着房市的增长 也刺激着股市的增长 所以阿德莱德水泥公司的股价也是跟着就上涨了 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澳洲这一把烧了好几个月的大火 那大火呢它烧掉的也不只是森林和树木 同样呢也烧掉了很多基础建设和房屋 那在大火之后呢 政府肯定会去进行基础设施的重建 这是政府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想到基建和房屋的重建呢 一定会使用到大量的建材 所以这是公众的预期 也是支撑着阿德莱德水泥公司上涨的一个动力 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这只股票 因为现在大火还没有烧完 我们的政府可能还在等待着大火之后的重建 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 阿德莱德水泥公司现在股价已经上涨了30%了 那它后续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还有没有上涨的动力呢 那我们也专门针对这个公司写出了股评报告 对它后续的走势和它的公司的业务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说来我们公司 微信上跟我们交流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那我们会在本周六也就是1月18号 在悉尼的Burwood举办一场精品的股票外汇讲座 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特约嘉宾Grant师 他会跟大家做现场的外汇和股票分析 大家可以待着自己正在交易或者感兴趣的产品 请我们的Grant来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走势分析 另外分析师Austin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2020年澳币的走势展望和股市的交易锦囊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悉尼办公室的电话进行报名 电话号码是0291880418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